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铁柱破天荒地住在了女友家 他看了看身材娇豪的女友 一脸兴奋地说 宝贝 跟我进被窝 给你看个大宝贝 对方也是十分主动 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 铁柱作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男生 直接就慌了 躺在床上任人摆布 但是女朋友刚天上来给他拉开裤子拉练 还没等脱下裤子 铁柱就缴线投降了 只好连忙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走的时候还决一拐的 后面床上的女友则一脸茫然 卧槽 有没有搞错 老娘等了这么久 你就让我看这个 要说起铁柱也真是不生气 他把三豹跟他妈翠花 整天在家里里糊糊 部分场地的开始抱着糊啃 简直视若无人 只要他们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所以铁柱和二妹二鸭 以及小妹燕子 从小就是听着爸妈的床上交响曲长大的 他们俩的对话 总是很容易让人浮想念片 但实际上 三豹只是在给他按摩脚而已 这种对话一天会上演无数遍 因此他俩的孩子都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 实际的转折发生在几天晚上 三豹出门给燕子买可乐 一路上又蹦又跳 迫不及待的想回家 跟翠花在床上大战三百回合 没想到半路上竟然碰见了 好久不见的青梅猪马奶大 于是三豹便回去叫着翠花和燕子 去了奶大家做客 中途翠花看了看人家的照碑 再低头看看自己的 不由的自卑起来 三豹跟奶大关系这么好 又是重新相见的青梅猪马 万一哪天孤奶寡女共处一世 想到这里 翠花不由的担心起来 尤其是看到奶大 时不时就往三豹胳膊上贴 她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这两个人直接把翠花忽略了 说着说着就开始上手 这儿摸摸那儿捏捏的 连燕子这个小孩子都察觉到了 妈妈的情绪不对劲 不过毕竟是初次见面 翠花没有多说什么 合到家后她就开始板着个脸 不过三豹对付这种情况已经有经验了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问题 是打一炮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多来几炮 另一边 二鸭一直在担心自己的身体情况 因为她的生理期迟迟没来 该长大的地方是一点也没长 这让二鸭很是苦恼 不过有的人就好这口 她所著唱的那个酒吧 有个老板一直在狂惹追求二鸭 但她对这个人不是很来电 所以反响平平要说他们这家人还真是各有各的烦恼 此日燕子正在上课 结果发现彭小胖竟然在讨好其他女生 还故意弄坏了她的画 燕子不由的感叹 男人果然都是花心大萝卜 自从奶大搬过来 三豹有事没事就来去串门 说是给她当模特 因为奶大是坏坏的 当天晚上燕子放学回家 刚好看见三豹跟奶大共撑一把伞 看起来可亲密了 燕子顿时晴天霹雳 她担心爸爸会出轨 等三豹一回家 燕子就立马上前质问 你干嘛总是跟隔壁的奶大阿姨在一起 三豹只是说有事儿 还让燕子帮自己保密 她这个遮遮掩掩的态度 让燕子更加心生怀疑了 她担心爸爸妈妈会因为奶大离婚 铁柱这边来到了药房 她有些不好意思的告诉药师 我想买那种喷剂 就是那种喷完以后神清气爽的 对方听完 转身拿出了治鼻炎的喷剂 就在这时二鸭路过 直接了当的说 她要的是能在床上雄风震震的药 药师听完 便笑着拿出了伟岸之歌 与此同时 三豹正在奶大家画画 中途她衣服脏了 于是奶大就蹲下去帮忙清理屋子 好巧不巧 这一幕刚好被隔壁的燕子看到 在她的视角下就成了 爸爸和奶大阿姨在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燕子担心再这样下去 爸妈真的会离婚 于是便要求翠花 以后下班早点回家 第二天在饭桌上 三豹夸赞翠花的厨艺 还打算拿些吃的给奶大送去 一听这话 燕子忍无可忍 直接戳穿了昨天晚上自己看到的情景 就这样 翠花跟三豹闯了起来 她情急之下不小心打翻了餐桌 这下可惨了 翠花直接夺门而走 之后燕子和小胖在家里玩的时候 意外找到了铁柱的那罐兴奋喷雾 他们俩我以为 这是什么让人心情愉悦的喷雾 于是趁着翠花和三豹睡觉的时候 上去就是一顿乱喷 结果可倒好 两个人起床后 脸都变得又红又肿 翠花以为是三豹出去 跟人乱搞染上病 现在又传染给了自己 所以更生气了 燕子看到后急得不得了 她找到酒吧老板吐槽 对方解释说 奶大可能是太寂寞了 给她找个男朋友 打发打发时间就好了 于是燕子便请求老板帮忙 之后又找到小胖 让她帮自己去奶大家盯着 没想到 小胖一过来刚好看见 奶大和三豹有声有笑的一起出来 她顿时误会了 于是三豹便拿出一盒牛肉收满了小胖 让她对燕子保密 另一边铁柱准备用伟安之歌的时候 发现竟然空掉了 她只能再去药店买一罐 准备让女友知道 什么叫真男人 随后脱下裤子一摁到底 仿佛间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了 然后开始设想自己把牛按在床上摩擦时微风淋漓的样子 但实际上 铁柱笨手笨脚的 没撑过一分钟就不行了 女朋友失望至极 当场提出分手 伤心欲绝的铁柱跑到酒吧喝酒 刚好在这儿遇见了奶大 她喝的烂醉如泥 转头看看人家风云游存的模样 瞬间就开始独自歪歪起来 奶大见状只能先把铁柱带回自己家里 谁知道她一进门就开始脱衣服 还把抱枕当成奶大 不停的在那儿勾勇 于是奶大就把这些画面画了下来 另一边 三跑在跟翠花冷战这么多天后终于忍不住了 她死皮赖脸的跑到床上 对着翠花软磨硬泡 再次使出了必杀剂 床上结婚大法 就这样他们俩和好了 椰子听见房间里传出来的小皮鞭声音顿时乐开了花 这下爸妈肯定不会离婚了 次日一早铁柱醒来 看着光溜溜的自己和旁边的奶大 她顿时误会了些什么 奶大则上前一问深长的说 猪啊 你昨晚的表现超棒哦 这下铁柱更加误会了 由于奶大的鼓励 她在修修事上信心大增 开始有事没事的拽着奶大去约会 甚至还做起了人体模特 这天晚上奶大突然感觉胃里有点不舒服 铁柱看到后 以为自己一发入魂把她搞怀孕了 心事重重的回到家 她发现爸妈好像又吵架了 只因为三跑今天看了奶大一眼 醉花就板着个脸开始疑神疑鬼 父子俩全都一肚子心事 他们找了个酒吧一起和酒聊天 铁柱愁眉苦脸的说 我是认真的想跟她好 但她好像心不在焉的 三跑这会儿也是喝醉了 还在那帮忙出谋划策 别担心儿子 女人嘛 多哄哄就好了 爸爸有经验 你教这个女朋友多大了 不大不大 十八 哦 可以啊你 不不不 是她比我大十八 一听这会儿 三跑差点被吓到酒醒 强壮大地帮铁柱出完主意后 他们俩有说有笑的回了家 此日三跑再次来到奶大家的画室 其实他经常过来是有原因的 之前三跑也是个画家 但是为了跟翠花结婚 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之所以总是到奶大家 是想偷偷准备一幅画 好送给翠花做礼物 确认完自己的画作没问题后 三跑拿出了上次奶大拜托自己画的背影图 想再精修一下 但是意外却再次发生 平时大来画室都会谎称自己在开店 可今天翠花去了店里 发现三跑并不在这儿 他立刻察觉到这其中有鬼 当天晚上 三跑一回家就遭到了翠花的质问 他像往常一样解释说去了店里 看到翠花沉默不语的样子 三跑这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 自己的谎言被识破了 于是他便实话告诉翠花 自己去帮他准备生日礼物了 可是翠花根本不相信 三跑已经受不了他的猜忌了 夫妻俩再次发生争吵 最终他被当场赶出家门 这一晚大家都各怀心事 翠花在伤心流泪 二压在想要不要答应酒吧老板的追求 铁柱在为自己和奶大的事情发愁 三跑在店里发呆 次日干活的时候都提不起精神 不一会儿二压来到这儿 拿出一个盒子 让三跑等会儿带到自己的酒吧里 他要想办法让爸妈和好 今天就是翠花的生日了 二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另一边铁柱就给奶大送礼物了 他还是坚信人家怀了他的孩子 深吸一口气递上礼物 不得奶大说什么 就直接掉头跑了 奶大只能一头雾水的打开礼物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小婴儿穿的衣服 这家奶大更加懵圈了 很快三跑拿上自己的画来到了酒吧 二压等人已经把现场布置好 也给翠花发了短信 现在就等他过来了 三跑有信心 这次一定能让误会解除 但是非常不凑巧 翠花临出发前 无意间发现三跑的口袋里 竟然有奶大画室的钥匙 上面还有他的大头贴 一看就是奶大画的 翠花拿着钥匙去了画室 刚好在这里看到了奶大画的三跑 以及三跑给他画的裸背图 旁边还放着铁柱送的那一盒婴儿服装 就在这时 奶大的鹦鹉开始讲话 这下算是彻底解释不清了 与此同时 奶大也来到了酒吧现场 三跑现在看见他 就跟看见温神一样 好严相去 让奶大快点走 不然等会翠花过来就糟了 奶大则表示自己是来解释误会的 她把铁柱那天晚上对着枕头 做胡三运动的事说了出来 一听这话现场的人都愣住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有什么特殊癖好呢 就在这时 翠花推门而入 他现在已经认定三跑出轨了 看见自己的生日派对现场中还有奶大 翠花更生气了 三跑想把事情解释清楚 可他现在根本听不进去 直接上去跟奶大推丧起来 三跑准备上前拉架 结果 手艺不小心抓住了奶大的胸 见词紧紧 翠花和铁柱都抓狂了 翠花顾不上三七二十一 抓住奶大的头发就打了起来 整个现场击飞狗跳一团糟 锅炉也被掀翻 差点引起火灾 翠花认定三跑出轨 不管别人说什么 就是停不进去 二鸭想让他安静 结果引发了蝴蝶效应 最后二鸭跟奶大吵了起来 翠花也进来横插一脚 三跑和铁柱站在两边不知所措 眼看局势慢慢要失控 燕子突然跑了过来 拿出背包里的兴奋喷雾 对着众人一顿抗喷 然后大家就多安静了下来 三跑也把给翠花准备的话拿出来 现在误会总算解除了 故事也迎来了圆满的结局 三跑和翠花和好 又过起了从前那种 视若无人的亲密生活 二鸭的生理期终于到来 她跟酒吧老板也修成了正果 并还还上了双胞胎 铁柱也找到了一个 不嫌弃她不行的妹子 这次全片完 片名新骑士家族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高 我是帕拉宝 喜欢我的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下期不见不散